男孩手握剪刀竟想杀了自己的神父叔叔 可就在隔着几毫米的地方 刀就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眼看神父有神力庇护 花作男孩容貌的乐魔邪美一笑 想出了更加乐多的剑技 第二天早上在监控里 大家清楚看见了乐魔行凶 所有人都慌了 神父决定请老师来帮忙驱魔 他要妹妹到地下室拿出十字架和神像 自己则要去机场迎接老师 但宁走前 他悄悄地告诉大哥 现在他的大女儿就是乐魔 因为早上 只有他没有和自己动过手脚的胜水 此时地下室中 妹妹走下来拿十字架和神像 突然灯光忽明忽暗 脚卧里还传来神人的笑声 他颤抖着转过神来 突然妹妹竟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牵引着 重重地砸在壁炉上 紧接着骨肉碎裂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 他就被对折扯进了壁炉中 随后沉寂多年的壁炉燃起熊熊大火 妹妹的惨脚夹杂着诡异的笑声响彻地下室 不久后 神父在机场接到了老师 但老师却很奇怪 因为他没有让神父来接自己 神父傻眼了 原来自己是中了了魔吊狐狸山的奸计 神父马上驾车往回赶 可半路上一群乌鸦突然飞出袭击了他们 惨烈的车祸 让神父等人失去了意识 而此时家中的姐姐已经开始有些不对劲 为防意外父亲直接砸晕了他 但殊不知真正的恶灵 根本就是刀枪不入 不久后悔神是血的神父跑了回来 他告诉大哥 老师出了车祸来不了了 现在情况危急只能由他驱魔 贱姐姐已经被绑在床上 神父拿出生水洒在他身上 又在他胸口摆放了一枚十字架 最后他拿起一旁的柳枝 对着侄女就开始了惨无人道的鞭挞 眼见女儿被抽到血肉膜 母亲冲上去抱住了神父 然后要求起了丈夫 可此时的父亲已经因恐惧迷失了心智 妻子口中求饶的话语 在他听来井如同恶魔的嘶吼 父亲以为妻子被恶魔附身 他死死掐住妻子的脖子 随后用力朝墙上撞了过去 妻子头破血流浑死过去 此时诡异的风鸣在屋里响个不停 灯光也随之暗了下来 看得大哥一家人自相残杀 神父突然笑出了声 原来他才是那个恶魔 他不再留守把一家人致富在地 而就在他要下次手势 真正的神父出现了 随着神秘的咒语从神父口中念出 恶魔顿时化成一股黑烟消散 神父救下大哥 这时地下室又传来了一声尖叫 原来是儿子发现了在火炉里被烧死的二姐 而此时大女儿也从楼梯上走下来 他质问父亲 为什么要火同神父鞭打自己 心里防线彻底破防的父亲 上前恳求女儿能原谅他 可神父却拿出了一旁的圣经 因为他一眼看出 眼前的女孩是恶魔变的 渐渐记不成恶魔一声怒吼 圣经净瓶空燃烧起来 神父与其一番大战 但终究还是恶灵战了上风 为了保护大哥一家不再受恶魔洗药 神父摘下胸前的十字架 念出了禁忌的咒语 伴随着一阵黑雾袭来 恶魔被神父吸进自己体内 他双耳出血情境暴露 却依旧保留一丝神之不受恶灵侵犯 只见他费力地搬出一枚巨大的十字架 努力折断后塞进了大哥手里 如今只有毁灭自己 才能彻底消灭冷魔 眼见大哥下不去手 神父努力支撑着身体 托着大哥的手 把十字架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在经过惨痛的牺牲后 冷魔最终被彻底消灭 但男人却已经家破人亡 他只能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继续生活 阿嬷